那寫完的話我們就可以寫CSS囉 在寫CSS上的話 至少我就先處理這一段起來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我就來開始寫空 那我就來寫說 先來看一下H1的設計 所以在H1設計的話 就看到這裡的話 那它的FundSize是80 然後Line還的話是94 然後這個東西 我有點這個了 它跟上面是距離17 可是我覺得它設計師可能是16 他可能不小心多了一匹手 所以等一下我會向下Painting Button推16 匹手來去做設計 那所以在這個區塊的話呢 是一個FundSize 80 94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就可以寫說Title 這是寫怎麼樣 它是FundSize 80匹手 然後呢 Line還的話是94 OK OK 然後再來的話 它的Painting Button的話是推了 16匹手 然後它還有一條線 Border Button 那是黑色的 我們看一下 有了 然後它向下推多少去了 我也忘記了 人啊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 就是怎麼樣 你明明下一秒上一秒還還知道單位的 下一秒就忘了 有沒有 有沒有 有這種鏡頭進1加1 我跟你講我現在就是這樣子啦 我明明 在最前面還記得是多少 我要點這個 如果我記得 我就不用再點這個該死的線你知道嗎 但我沒辦法我還是得一點 好是48 橘橘啦 所以我就必須寫個48進來 還要算一下48是多少 MV-6 Margin18 所以沒有關係啊 人有年紀就這樣子啊 來來來 好奇市戰力調查一下 你是 你是60幾年次出生的經理加6 你是70幾年次出生的經理加7 你不用care你的年紀怎麼樣 我跟你講他媽不會很care你的年紀怎麼樣 我只是好奇想商量調查 我要講什麼梗的時候才知道 因為我根本有一段年紀了 啊 好 OK 哇 八年級生好多啊 還有九年級生 是想要氣死我是不是 啊老師是87年級生啦 啊就是這樣子啦 沒有關係 就是這樣 好看有點傷感情 你竟然有九年級生 還有十年級生 不是吧 我不想看了 就這樣子囉 九年級生現在幾歲 今天是100年 好 五姓 哈哈哈 然後48 我在寫張小 我要推 我要推他 我懂了 所以這也要向下推嘛 圖片也要向下推 這個圖片要向下推 Margin8的話 可能要變區塊元素 所以我就先寫個block 好我寫錯是不是 謝謝 那block的話是Displayblock 因為等下我可能會用到 OK 這是Displayblock 我想要讓這個圖片block block效果 然後他這個往下也是48 所以在這裡寫完的話呢 我就會在這邊去改下我的控邏輯 把這邊都關掉 先把它處理上面的結構 小一級應該沒問題吧 會不會太小 你們 你們再跟我講一下 啊這一話 那 Title的話呢 就寫一個什麼 我又忘記了 啊想一下 是推48 我不能 我不能那個弄廢 MV6 8648 好 然後圖片呢 他還是向下推 Class MV6 然後這個是block 效果 加block效果上去 好 來吧 哎呀看起來OK 可是我的container有寫嗎 好像沒有寫 所以我可能要補個container容器上去 點container 寬度1200 margin0auto 所以用eat就是這樣 你不用擔心少一個 分號 有時候少分號也有問題 就是他的call就出不來 可是用eat他自動幫你產生分號 你就不用加 加氣有沒有東西嘛 學一下嘛 來看一下 看起來好像很好nice 啊看起來不錯哦 好那我繼續做標題的部分了 那標題的部分的話是這個區塊 個人資料 他的form size的話是32 然後他的區塊是45 所以在這裡寫的話就會寫說 他是subtitle 然後他的 H2的話呢 他是form size32 行具的話是45 OK 45匕首 英文字姓名最上面有留白 H1最上面 我看一下 啊 這個 謝謝 然後 有留白嗎 等下再看一下是你在說哪裡 是 好先繼續寫啊 form size的話 有留白就margin8的推嘛 你說有道理 47 47 我不信 應該是48 人稱就是這樣子嘛 所以你 可能就是要加個48上去 你可能就寫個 思考一下 你想要用 再加一組嗎 也行啊 那你就可以寫個margin top 去推擠 推上去 margin top mt6 所以再加一個mt6 好 那寫完的話我先繼續往下寫喔 就寫下面這個區塊subtitle 然後subtitle的話呢 我們就繼續往下寫 subtitle 32 45 然後還有什麼鬼東西 啊裡面還有span 所以要繼續寫span東西 那span的話他顏色比較不一樣 而且他字體也比較小一點 所以我就要看一下 點一下他色碼就抠起來了 所以我點進來就可以把它copy起來 然後怎麼樣勒 那 他有個推擠 推擠 就是他這邊跟這邊有一個距離是16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可以寫個pending left 推個16p手單位 然後去做 然後這裡個人資料跟下面啊 也有個距離 唉要點這個線啊 人生啊 8p手 好那這個8p手的話 可能就會只是寫pending button的8p手 直接先寫在這裡就好了 唉寫完好像差不多了吧 還要缺什麼嗎 應該是沒有啦 那我們就看一下吧 唉看起來有點樣子囉 可是還缺個border線 那border button 來線條出來 那border button下面有些距離 所以我就看一下這裡的話是距離16p手 在這種情況下你會有點掙扎 就是在於說 我這個區塊 到底預設要加上 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加上pending margin button 可是會不會有情況是 這個標題有可能在其他頁面上 它會黏合在一起 所以在此時的話 我決定這subtitle 保持它樣式的完整性 這個推擠啊 我靠我上面寫的一些有的沒有東西來推擠 來讓這東西可以讓它變得有點完整性這樣子 OK 好 然後有同學提到說 值辈的樣式不一樣 Size不一樣 它的Size是24p手 所以這邊可以寫FoundSize24 好 那寫完了 那寫完的話我們就來吧 看一下我們現在長什麼鬼樣子 啊 看起來OK 可是它有個推向下推 所以在此時的話 我可以在這個的title啊 subtitle這邊 寫個nb-2 那這樣的話它就可以 向下推16p手出來 OK 有了 看起來又有點樣子了 然後久安跟下面的li有點距離 你就點下這個li 然後跟下面去比對 是24 所以在這邊畫兩個li 喔 Ctrl D 全選起來按Ctrl D 它可以全選下一個東西 喔 全選 直接改兩個 然後叫做nb-3 那這樣的話就兩個東西就向下推 向下推 就是24p手單位 然後profile呢就是72推起72單位出來 好 然後span說想要怎麼樣上下自中 自中的話我印象中 你今天在寫的時候我其實就在 在那個什麼在subtitle H2就有寫 那個行劇效果 所以span的話也會一起知道 OK 然後再來的話 看起來好像寫得差不多了 可是這個學歷沒有 因為 我這邊加了一個nb-2 所以我也必須在那邊再把這個東西加在這個學歷上面 所以這邊的話再把這個學歷也加上去 看看這效果 有然後這邊的話 呃沒印象沒有錯的話應該是推 Clash nb-3吧 好行 然後在nb-9推行 然後skill skill東西 刻移 skill的話記得是滿版的 所以我上面的東西算做好了吧 我看一下container12 好看起來 很好nice 應該沒有漏掉什麼鬼東西 那第一堂作業的話建議不要用到那個什麼 不要用到那個display face 這邊其實不需要用到那個displays也可以做 那基本盡量練習 然後再來這技能呢就稍微有點挑戰性一點 他是滿版的 所以第一個我必須先把這滿版的darkblue先寫上去 先把這個縮寫縮掉 好我們再做第二塊囉 很快的要做第二塊 然後skill中間的區塊是996 然後subtitle 我要用這個東西跟我這個東西的 兩個元件 兩個class都知道 他的話就兩個多功能 寫到同樣設定 後面的會蓋掉前面的 所以利用這樣方式我就可以去往下寫 然後去看一下寫法該怎麼寫 然後有什麼問題 好 大概就這樣吧 然後複製一下 這個顏色先複製起來 然後這個的話是darkblue 我真的不喜歡對那個那個什麼 GG的線 有了 好 然後再來的話是subtitle問題 subtitle的話 我必須讓他置中在中間 它是白色的 OK 那我可以寫個TA 文字之中 然後color的話是 白色的 OK 然後subtitle裡面的 那個span啊印象中也是白色的 來 白色的字 OK 好 然後border的話也需要改 它是白色的 border button 白色的 OK 然後再來的話呢 在 這一話呢 滿版的部分呢就做差不多了 可是在這邊有個pending的留白 還有中間區塊是996 然後這個區塊是996 這邊也需要去做調整 所以在這的話呢我們可以在skills上呢 再繼續往下寫 因為他的不是content的關度 所以我們就寫他寬度是996 然後margin 0 auto 居中 好居中了然後在的話裡面區塊也是白色的 只是你可以想一下就是這個skill 要在這邊寫白色嗎其實也是可以 好 可是在這區塊他又很有趣的是 他這東西是 他要到右邊去的 可是這個東西 他有一個border線這樣做 在這裡區塊做法 我會習慣 先 把這個東西 設定一個寬度 然後讓他居中在中間 這可是我比較快的做法 所以在這的話我會去算一下 在這裡的寬度啊 他字真的超小 這邊是188 然後跟右邊的距離是距離的多少 24 24的線 然後這個的話border 這個border的顏色竟然不一樣 我靠真是想要逼死誰 我趕快先把這border線寫上去 不然要搞瘦自己 Content 然後這的話是border left 然後這顏色是顏色 Song 等一下就不用再點這個爛線 然後再來畫技能的視線 然後一些有的沒有的 在這裡的話你可能要看一下 就是在這裡的技能 你這個技能跟上面距離24 那這時候代表說 他有一個pending的值 你想要用pending去 推擠或者是怎樣去做推擠 你可能要自己衡量 在推擠上你打算用這個 w去做推擠嗎 還是說你要寫在w上 這時候你就遇到這種天然交戰 就是我今天到底要 在w上寫pendingtop去寫 還是說我乾脆再多個class去寫 讓這兩個拆開 我讓我的w啊 就是讓他背景顏色變成顏色就好 我不要把人質感動複雜 所以這樣講我決定說 這邊的話我加個pendingtop加 3pixel 然後這邊的話呢 我也加個pending pending3上去 在這裡 pd3 因為我可能在很多地方 或許還要再用到pendingtop再推個24pixel OK 然後在我這個地方呢 就寫這樣子 然後我們看一下東西有沒有出來 有 然後技能跟下面好像也有些距離 我們就來看一下 又點這個開始的線了 真的是上輩子欠這個線很多錢 也要推8pixel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看一下 看起來好像是有推8pixel 那就先這樣子吧 好那這個區塊呢 這個區塊的話skillcontent的話我們就寫一個寬度像我剛剛算進來 先給他寬度是 230 然後呢 他的話 他的pending left是推24pixel 好然後margin0auto 居中 好 居中了 然後他再去微調 技能這條線跟上面有什麼東西 就是要再點這個他媽的該死的線 fuck 怎麼都點不到 有了 就是 48 40 好 40的話代表說 我要在H2裡面寫一個nb-5 然後去推40 喔 OK 哎唷 然後下面這個呢 下面的這個區塊 下面這個東西是 呃pending button 推 36 是什麼鬼 鬼像素啊 難生啊 我決定先不管這一段 先把上面做好 這個li跟下面是推20 為什麼是20 算了 不是24嗎 算了 人生是這樣子 你總是會有一些 那個單位不能沿用的方法 那你怎麼辦 你沒怎麼辦啊 你就只能 增加這個size去弄了 好 然後sql li增加區塊出來了 然後在這裡的話你可以寫個 先寫個pending top推 1336嗎 是button 好吧我就先寫在skills上好了 來 有了 就先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快寫完了 開開收工了 那工作經驗呢 工作經驗我們就再繼續往下寫 工作經驗其實沒問題 問題是這個區塊跟工作經驗的距離 所以我們就再來看這個距離是多少 所以 當有一致性的時候 你寫call的時候應該先去看一下有沒有一致性的東西 然後再去往下寫 會比較合適 所以在這裡的話它是72 這代表說我可以寫個mv-9 然後推72 然後往下看 有推了 然後再往下看 那這個區塊的話 它有有推 有推一些東西 像這的話 它跟右邊的這條線 是24 然後上面跟下面是16 好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我就可以去往下寫 work的話呢 它的h2啊 它是mv-2 推 這裡跟這裡去推 那ul 它左邊有一條線 有一條線 然後這條線 它又跟左邊有些距離 所以在這裡你就可以思考一下要怎麼微調 所以在這裡微調上面的話 那我想一下 決定做程式 好這樣子好了 work list 然後marginLaf推24 pendingLaf推24 然後有一個border的Left的線 那這線的話 顏色是這個顏色 把它貼過來 好 然後再來的話呢我們就再往下看一下 哎有了就把它東西弄出來 啊字體的話 還沒有掏上去 好我沒有掏字體 我先把它先把它板做好 啊字體的東西 說不定今天不會講到 可是我會提供資源給你們 在這邊有趣的地方是 它的圖片啊 它距離上面跟下面都距離8 可是看起來只有在這個圖片的情況有這種效果 所以勢必來講 我必須針對這個圖片 去做上面跟下面的推集 所以在這裡的話我打算針對這張圖啊 去做一個上面推8 下面推8的一個做法 所以在這邊的話我決定再加一個 marginTop的 推-1 然後這邊的話 PanningTop的推8 所以在這裡做的時候我就可以加class 它是Display the Block 那int-1 nv-1 然後來去實作 然後這個區塊 它跟下面的距離推了24 代表說 所有的lir 3 4 5 我必須寫說 class推上nv-5 是多少 我忘記了 唉 忍生啊 24 好 回來 那再一次 那是 nv-3 所以在這裡的話呢 下面的話 樹也要去做推集嘛 所以這邊一樣 要寫class nv-1 所以你會發現到 當你今天把一些重複性子寫進去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一次 可以把一些沿用的東西一起去做沿用 其實這樣寫法也蠻有趣的 好 看起來還蠻好的 就是 唉這邊有一段字沒有交到 所以我再把這個字加上去 ok 那字的話是上面這段字 copy 貼上 看一下 好ok 沒有什麼問題 然後最後就到最後一個部分了 最後一個部分了 所以在寫的時候呢 你們就可以看一下就是怎樣寫會比較順 唉 對就control D 謝謝各位同學幫我回覆那位學生 唉 然後subtitle 然後這邊一樣就是 他寫法應該是跟上面應該是87%下 所以我決定先很無恥的 貼上去再說啦 然後MPT3 然後MPT3 所以這東西也會用到 好來 好來 然後這又要container的footer 唉是這個嗎 是這個嗎 都消了 mv-5 好先這樣寫吧 有 然後下面的話呢 有一個區塊 這個區塊是 這個區塊要去做調整 在這種情況下我可能會在這邊加個 METHOD 這樣去做 然後再來的話就可以針對這個METHOD 然後去做後續的行為 比如說我今天加了color 然後是白色的 然後是白色的 然後再來的話 他沒有加container嗎 我看一下 這面沒有加 有啊有container 是因為 太 好 在這裡的話文字是居中的 所以我必須在METHOD上面加個文字去居中 OK 然後再去比對一下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的下面距離幾匹手 16 所以代表說我必須在每個li加上mv-2 然後去做推擠 好 然後再看一次 有了 然後下面的話也有個距離 這距離我們就可以看一下要怎麼做 所以在這裡的話我們就看一下他跟下面推擠的距離是多少 24 所以24的話有幾種做法 一種做法就是說你可以在 我想一下 在哪邊做的比較合適呢 所以有時候再推擠啊你就會 各種黑人問號到底要怎麼推擠的比較合適 所以在這裡的話收入電影就想說好吧不然我再多一個 PT PV-3 然後去做pendingpub的24 因為如果都是bar單位 你都會沿用的機會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在這邊的話我就加個pv-3 OK 然後跟各位同學講喔就是說 你今天在做的時候啊 你其實每次做啊 那種情況都不太一樣 你其實都會遇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問題 你其實都會遇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問題 啊沒有關係 這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很常 每次寫call 寫的感覺都不一樣 啊沒有關係 就是每次寫call 那時候啊本來都是會遇到一些各種奇怪的問題 狀況 這工作今天好像怎麼變成滿版 所以這時候我可能就要在這邊看一下 因為這work啊應該要再加container才對 那才會有滿版的效果 OK 好 所以 寫完了 你們就可以 思考一下就是 在這裡呢 所謂寫call是一匹手也不差 盡量 讓自己可以慢慢的就讓自己練到這樣子 所以一小時 試著一小時做完 你可能沒辦法像老師一樣那麼熟練 可是 其實老師在做這個設計稿 我在那之前啊 我在 講這個直播之前 我練了五次 你不要以為老師這次做很輕鬆 我其實是 背後練了五次了 我這個禮拜練五次了 所以我不是點第一次 所以在這裡的話 就請你們就是 多熟練一下 我記得我這禮拜第一次切啊 我大概花了兩小時 半左右吧 兩小時半左右 可是如果我覺得我先切到第八次第九次的話 可以壓到30分鐘內 所以這個熟悉一點是 希望你們刻意練習練習到30分鐘內 或者一小時內 一小時內其實就合格了 一小時內就合格了 OK 好 然後 我看一下喔 就是有人導致要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 微元素 Active做可以嗎 微元素你要用微元素就可以 然後有一點就是 這裡跟這裡要對齊對不對 這裡可能就是要看一下 是設計稿的問題還是 他的那什麼 設計稿他是真的有辦法對齊 因為在設計稿上這個技能跟Atobe 10SD是對齊的 所以可能就是看一下 要怎樣讓他可以做到剛好對齊 然後他劈手把smart去弄 他有時候會 會跟設計師講說 設計師啊 你這個線不要搞我閒不行 你大家都居中行不行 呵呵呵 人生就是這樣子 所以有些居中的東西 因為他是文字的質量 他有時候會因為你的方分沒套進去 自體 自體套進去就會發現到 哇 怎麼又跑掉 因為那個自體的 那個spacing 他的字跟字的字距 又有點差異 所以要做到完全一樣 其實是有點強人所難 所以這個設計稿 老師練的五遍 所以如果你沒有 你不用覺得說 第一次你做三天很辛苦 可是你今天再讓你做一次呢 你今天做一天 再讓你練習一次呢 30分鐘 靠腰 不是三分鐘 8小時 所以這個是 你每次練習 都可以看到自己不一樣的bug 不一樣的問題 你要藉由這樣子提升你的熟練度到業績的水準 而不是你練一遍的 老師我是不是可以找工作了 對不起 你今天在那裡做第2次第3次 你會看到各種不同bug 你 血扣時間也會變得越 就是越來不穩定 所以在這裡呢 請你們去 熟悉這五項 這六項的東西 這五項的東西 首先第一點 音打速度快嗎 老師在去年的話有花時間去練音打 我去年一分鐘打字 是多少個字 給大家看一下 我去年的練音打 這個是我的資料嗎 好像已經不是了是不是 哇 這資料已經不是新的了 我去年練音打 去年的我音打速度是30個單字 我練個月 讓我的音打速度變成是1分鐘打6個10個字 我是靠這個網站 你要刻意練習你自己不熟悉的地方 你刻意練習自己不熟悉的地方 我也是啊 你要提升的東西 有時候不是觀念問題 是整體問題 對編輯器熟不熟 對熱鍵熟不熟 負貼上 然後操作上熟不熟 還有就是 你今天一按一踢 練得好嗎 這次整體的 整體的速度 不是說你今天看了影音課程 老師我看都會了 我是不是可以去找工作了 你就像是那個 看了那個食譜網站 然後看了很多東西就覺得自己可以當小湯家一樣 不會有人跟我講不知道什麼是小湯家 不要這樣子吧 好 你就覺得自己好像可以成為廚師一樣 沒這種事情 你就要鍛鍊 自我輸出鍛鍊 你才可以變得比較好 比較厲害 對不對 所以在這裡 語音命名也一樣 如果你今天命名 你命這個名字對不對 你的薪水啊 是22k 就是你不管怎麼樣 你如果克里斯命名這樣子的話 你應該有被助教點出來 你命這個名字啊 你永遠都只能拿到22k 如果你現在是設計師 你用這樣命名 你還是拿很高的薪水 那是你運氣好 可是你也不會太高 命名也盡量命的好一點 你命名是 過兩禮拜你還是知道在寫什麼東西 在看自己寫什麼東西 這樣子 OK 然後在SARS的東西的話 我來問一下各位同學 就是 已經在看SARS章節 在看的情形加一 還美的情形加二 SARS的話 就是當你的程式碼呢 怎麼樣 當你今天程式碼到 3萬行或3000行 或者是更多的時候 你可能會需要用SARS去做管理 我也可以跟各位同學講 雖然那個SARS提供給你們影片不是最佳版本 可是他也是目前在國內找的影音課程上 是最完整的 所以 請你們好好看著 那個的教學資源 他教學資源 就已經可以到達 在 這個切板等級表裡面 是可以到這個水平的了 這個 這個水平 這個水平 這三點 都有在各種裡面 我沒有保留 我是沒有保留的 LV4我沒有保留 LV4是我現在進行室 我現在一周執行兩個活動 孩子們 我現在太太在外面一打二 讓我可以在這邊好好的直播分享 東西給你們 所以這東西還在進行室 可是他也錄的快差不多了 所以這東西也沒有保留 就是也是給你們 所以我希望你們在30天時間 好好的練習 每周我都會講怎麼做 然後也會出每任務 讓你們去增加熟練度 你們是700位的同學一起弄 其實想像一下 其實有1300位同學 每天敲訊息 每天敲slake 希望我們給他們 但我還是要跟你們講聲 不好意思 沒辦法 當然有些情況是 遇到疫情然後口氣比較長 沒關係 全難接受 那因為我要做正確事情 讓在疫情上 感到焦慮的同學 在這次的體驗營 看看自己未來有沒有機會成為工程師 或者是成為工程師 是不是自己的選項 老師沒辦法那麼偉大去幫助到全部人 但這種事情的資源 還是有辦法去提供 那我也相信各位學生 也想要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這個社群上面 那我給你講一件事 在體驗營的700位學生 或者是體驗營的1300位學生 請你們 好好的這個月 好好的做作業 好好的去思考 這個的 職業是否適合你們 如果適合 那你們就試著去試試看 你也不必要去做正確學的課 或者是其他單位 也說不定比較適合你 OK 就請你們在這個月 好好的學習 這30天的公益體驗營 就是專門給你們的 這30天的時間也是老師 20小時內都會住在Slack上 讓你問問題的 不要 怕 問問題 你的問題也會是其他同學的問題 好嗎 那 問題上面 上面的志工 還有老伯 都會在上面去做 最快的回復 我們說不定 我們沒辦法在一分鐘內回答 可是我們一定會回答 好嗎 所以在這個地方會建議你們 一定要到LB3啦 LB3是CP值比較高啦 然後4的話你們自己很涼 那 LB3的話 我有提供教學資源 可是 在這一段的話是比較困難的 這比較困難的 只要跟你們講 就是你們要自己 衡量看看 然後在這邊也要跟各位同學講一下 就是說 如果你的目標啊 你的瞄準是瞄準JavaSquid 你可能現在就要去考慮到 你到底是要學 你到底是要往 JS發展在CSS 因為除非你 一周花4小時的時間 不然JS那些巡量啊 很難看啦 你其實光切板就快要讓你起笑 所以你自己很涼看看 你可能今天就要決定 我就要看JS了 CSS我就稍微看一下直播 我專攻JS 因為JS資源我給超多的 我JS資源給任何的 任何的台灣的影音課程 都還要多 而且那邊還要繼續增加 你去看其他的影音課程 時速 價格都沒有我的高 你要就在30天把它看完 因為你去外面 你可能花很多錢才能辦法 買到通能價的東西 請盡量看 好 那你覺得老師說 老師有些東西不熟 那可不可以再補充一些資源 有講有機會 有講就有時間 在時間內 我把它錄起來 好不好 你有講就有機會 你不要不講 然後你也不問 然後有問題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解答 盡量的提供這個資源 這2000位學生 所有人都是你的老師 好嗎 所以反覆 提面面的去講這件事情 那沒有在頻道內 有問題要怎麼提問 你可以在六小大廳提問 拜託5年的時間 超多學長姐在那邊問問題的 你看那個隨便一個 六小大廳 在那時 一群人都在上面講幹話 不是講幹話 就是一群人在上面很認真的在討論 學術上的事情 所以在這裡面就看 很多人都會發問 是不是 都會問一些問題啊 你就可以說 我這個作業 感覺一些問題 你就在大廳上說 有沒有可以給我一些方向 上面學長姐都已經提供方向給你們了 在六小學裡面應該有超過2000位已經在業界上發展的學生了 OK 六小大廳有開放加入嗎 有 有開放加入 那來 直接給你們連結 邀請人員 名字黑社 應該是這個吧 好 所以在這裡話呢 就是這樣 所以 再次問同學們 就是 你打算交一份作業 兩份作業 還是三份作業 四份作業 五份作業 請你加一加二加三加二加五 這次的話呢 我們也是在跟疫情在PK 已經在PK 那 我要跟你們講 人就是犯賤 不是人就是犯賤 不是你們犯賤 是 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為什麼時間會定死線呢 死線的目的就是在於說 人只有在最後才會爆發 所以在 大家學習的情況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開始就是有時候直播會慢慢拉起來 然後開始慢慢往下 喔幹實線到了 你才會靠 突然學習意義才高起來 你要掌握好好的把握這個機會 這世界上很少會提供死線 讓你 輸出去練習的 好好把握這個機會去弄 說老實話你給你兩三個月 今天你沒有動力去學 沒有那個死線 今天你也 沒辦法學起來 OK 好好的去善用我們的助教資源 然後再一點就是 我們的那個 在 在我們的那個小節作業裡面 裡面Excel 有提到 如果你想分組 想要更加討論 你就可以去 按下申請分組名單 然後去分組 那 你想要找其他聊天 有台槓的 你可以找到台槓去敲他 有些是已經工作一兩年的工程師 那有些是正準備開始找工作工程師 那有些是助教 你也可以 我尋教他們 這次老實找30位 學長姐 志工來幫忙 所以小學作業都是學長姐 在發問的 還有我 那如果是任務呢 任務是助教們 利用這樣的方式來提供你們資源 最後講 第一周主線的 怎麼壞掉 Service Maintains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 黑個MD 黑個MD掛掉 是我們人太多了嗎 不是吧 不是吧 人生啊 我還是第一次 這三年第一次看到壞掉 OK 好 所以這裡的話就是一樣 提供到6月底 6月底 然後讓我們去做觀看 好 所以呢 大家我來看一下大家是打算做到什麼作業 好 加油 就盡量做 那個 TodoList 我們的UI設計師 我們找了UI設計師圖書 TodoList也畫好了 然後他也佛心把CSS切好了 他也把CS也切好了 我不知道他幹嘛 好 所以我會提供給你們他的CSS 你要自己切也可以啦 他會提供個CSS版型給你們 OK 好 然後在這裡的話講一下 就是小組任務的話 你今天在提交 不是吧 孩子啊 人生啊 人生就是 就是這樣子啊 我只是 G啦 好算了 你們看那個第一座小組任務就知道怎麼做了 我上面的文字寫得蠻清楚的 你就自己 再看一下 然後 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是有緣分在這裡的 大家是有緣分在這裡的 你們自己的話就是在自己 互相的討論 在 我相信這邊有很多人是 看到很多大東西 老是覺得自己是在攬中 尤其是被資錢的 然後想要找更好的機會 尤其是第一次了 然後想要看自己有沒有怎麼樣 然後有些人覺得說 啊我今天 想要讓自己更好 我今天是奶爸 然後我想要找更好機會 那 跟各位同學講 你不用焦慮那麼多要成為工程師啊 其實說老實話 2000個學習 真正有跟上的人 說了不起可能500個人 然後真正到怎麼樣會有個漏斗 最後可能就變50人 那 這個東西跟大家講 機會永遠就提供給準備好的人 但是老師可以答你們這件事情 就是你們不放棄自己啊 老師就會全程線上陪伴你 你就盡量的發問 老師 你要問業界外問題 課程內問題 你只要敢問 大家就敢答 好不好 好的利用這個資源 因為這個資源的話 說不定之後就可能就沒有了 好嗎 OK 那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結束囉 錄影的話我會再盡快放上去的 期待大家的作業 希望我們都可以好得打贏疫情 OK 所以這疫情的話 希望我們最後可以一直把疫情給壓著打 OK 那錄影的話我會再放到YouTube上 請大家就盡量的刻意練習吧 就盡量的刻意練習 那在這個期間 懶東西 這段期間的話就請你們 好好的練習 那老師會 這30天全程的在線上陪伴各位 讓大家變得更好 好 那我今天就關掉囉 大家一起加油 那 不要買我們任何的影音課程 你想要什麼資源跟老師許願 說不定隔天你就會看到 幾個小時的影音課程上面 請盡量的許願 只要你願意貢獻你的時間在這個上面 那你就盡量的許願 那你就盡量的許願 讓大家都可以變得更好 然後在六角色情上也有很多 樂於 分享的學長姐 願意幫你們一起變強 OK 聲音關掉囉 大家加油 藉由學習移轉疫情上的焦慮 大家都會全程陪伴各位的 拜拜 拜拜